消費者用心忡忡 帶著台糖梅花豬肉片到門市退貨 但已經一個禮拜 中央地方迟迟未釐清 為什麼會驗出西布特羅 最急的正是台糖 第一時間台糖遭命令下架的商品 是孝齊到六月十號的梅花豬肉片 各通路合作回收後 台糖為了保存證據 在指定廠房內部分區域採集中管理 為了確保零失誤 以恆溫負十八度電 並有備用電源 還請二十四小時警衛嚴格看管 佈置台糖拍胸補保證 年節期間食藥署抽驗也不停歇 抽驗了二月二號到八號 七十五件的台糖梅花豬 三件同批號二十五件同品項 其中七十二件全數合格 三件檢驗中 累積檢驗六百二十五件的樣品 通通都是零驗出 不論你檢驗再多幾百件 甚至上千都沒有 那唯獨這個肉品有 台糖是最希望更多的檢驗 然後讓大家可以了解 台糖的肉的品質的問題 從肉品到生產線 台糖整個被翻過來檢驗 卻毫無線索 年後各單位將著手為請第三方檢驗 釐清瘦肉精全貌 西部透了爭議持續延燒 蘇伊峰醫師在自己臉書表示 台灣過去就曾抓到走私販賣 中國瘦肉精案件 更表示瘦肉精在中國一公斤十元 不過貼文一出立刻遭食藥署打臉 蘇伊斯講的那個網頁我們有去看 看了以後目前查他沒有在賣 我想蘇伊斯講的都是假設的 食藥署查驗國內四家 有在進口瘦肉精的公司 共七十二筆加起來不到一公克 數量很少 副署長林金富更進一步說明 在台灣瘦肉精一點點就很貴 更何況蘇伊峰是取用中國網站資料 價格相查甚遠 醫師林靜穎也在臉書隔空開酸 搬出動物用藥品管理法 未經核准三次製造叫做胃藥 公告禁止製造條劑叫做禁藥 都是除有期徒刑 喊話蘇伊斯提供違法廠商 讓政府戴罪立功 在台灣一公克的西布特羅要炸百萬 要是主扎中金養豬隻根本不可能 蘇伊峰一段網路發文 無論是彩測還是握有實證 都該拿出具體資料加以佐證 三立新聞李仙琦 去到臉台北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